以巴战场的枪林弹女之下 前线记者可以说是以身犯险 完成新闻的使命 过去两天 再有三名新闻从业员在战地殉职 其中一名罹难记者生前说 身在加沙前线的新闻从业员 性命和新闻自由都深受威胁 不幸罹难的哈顺纳斯林是一名自由记者 他和另外一名记者星期六 在以军袭击难民营时被杀害 隔天巴勒斯坦一家新闻社的主席 也被以军的炮弹炸死 美国保护记者协会的数据显示 以巴叫站一个多月来 已经有四十八名新闻从业员不幸殉职 大部分是驻守袈裟的记者 牺牲者包括四十三名巴勒斯坦人 四名以色列人 以及一名黎巴嫩公民 中文字幕做- 骨骂誓